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明 歡迎收看今天的警局公道播 那有的關注我朋友應該知道 在前幾天呢 我的帳號被盜了 所以呢我必須要來警察局 做筆錄 事情當然不是只有帳號被盜這麼簡單 那他用我的帳號去詐騙非常多的人 所以我沒有辦法 我一定要來警局先做筆錄 主要還是要保護自己啦 以及說我當然也希望說 找到犯人 那因為警察局裡面是不能拍攝的 所以我等一下就是做完筆錄之後 再來跟你們講一下 大概發生的情形 還有後續怎麼處理之類的 那我們就等等見吧 OK各位我現在已經從警局回來了 那今天的影片 我大概會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跟大家講一遍 那我先講我怎麼發現我帳號被盜了吧 一開始是有很多的 觀眾粉絲私訊我 說有在遊戲裡面遇到我 甚至還發現是動態標記我 結果我仔細的去看了這些訊息以及動態之後 我發現那隻帳號 我很久沒有動了 竟然會出現在別人的戰績上 我一想就覺得整件事情很奇怪 所以我馬上就登了我Garina的帳號 帳號輸入密碼輸入密碼錯誤 我的帳號竟然被盜了 我沒有想到這種事件會發生在我身上 因為我是一個帳密絕對不會給別人的人 所以我的帳號被盜 我自己也是蠻震驚的 然後得知這件事情之後呢 我馬上就是到IG還有YT 上面公告說 跟所有粉絲說 我的帳號被盜了 希望大家要注意一點 然後不要被騙了 不要被這個帳號騙 他叫你提供帳號密碼什麼 千萬都不要給 可是在我發出這些公告之前 就已經有人被騙了 所以他們跑來私訊我 跟我說小明我的帳號已經被騙走了 怎麼辦之類的 然後我其實也是頭很痛 我能幫你們解決 大概就是找到這個兇手 那剩下的可能 你們如果要報案就自己去報案吧 那 在我得知了非常多人受騙之後呢 我就決定在隔天早上馬上 到Youtube上PO一支影片 那就是大概叫粉絲小心一點啦 然後講這支帳號不是我 以免有更多的人受害嘛 那影片發布出去之後呢 我也在影片的裡面有提到說 如果你不來跟我自首的話 那我就會去警察 去警察局報案 然後採取法律的一些行動啦 那很快啦 大概影片發布三四個小時之後 那個犯人就自己來找我了 那他私訊我直接跟我坦承說 小明就是我到 就是我到你的帳號 然後他就把我的帳號還給我了 但是 我當然不可能就這樣放過他嘛 欸拜託我處理這麼多事情 你還讓我提心吊膽對不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我想跟他通過電話啦 我想要知道你 最近怎麼到我帳號 然後你到我帳號到底要幹嘛 反正最後我就跟他通到電話了 我那個電話一接起來 喂 那個聲音一聽 靠杯 一聽就是未成年你知道嗎 一聽就是未成年 我想說哇 現在小朋友這麼厲害喔 我就馬上問他說 欸小朋友 你幾歲啊 他跟我說 他小學六年級剛畢業 我瞬間一個震驚欸 我操 欸 我一個20歲的人 我被一個 跟你啊 13歲的小朋友到帳號 我瞬間覺得超級羞愧 我覺得我根本是個低能 然後我就問他說 欸你 你怎麼到我帳號了 他說 他看到我的帳號格式 跟他的很像 然後他就把 他的帳號的密碼 輸入在我的密碼欄上面 結果 他就登進去了 然後我就想到 我這支帳號是之前 在蝦皮上面買的一支金幣 金幣 金幣號啊 金幣帳 然後他的那支帳號呢 也是不知道從哪裡來的一個金幣帳 反正我們 兩支帳號密碼 竟然一樣 結果他就把他的密碼 輸入到我的密碼上面 結果 他就拿到我的帳號 拿到我帳號之後呢 他就把密碼改掉 就把我 就把我的那個帳號倒掉了嘛 然後 我就問他說 所以拿到我帳號之後 到底要幹嘛 反正他就是拿我帳號 玩了幾場 然後在上面 據我所知啊 他真的是密了很多人 他真的密了非常多的人 那 他究竟成功拿到幾個人帳號 這個 我不知道 我也 沒有辦法跟你們講什麼 因為 他說他的嘛 啊 警察那邊如果要調查 我也不知道後續 可能會怎麼樣 反正 據我所知 我只知道他 騙了很多人 啊騙到幾隻我不知道 因為他未成年的關係 所以 我還是跟他講說 我必須要跟他的爸爸 我要跟他爸講一下電話 就是 因為你小孩子 你也沒辦法處理什麼嘛 我問他說 你騙到那些帳號 你還得出來嗎 他跟我說 那些帳號他已經轉手了 可能跟別人交換了 或是有沒有賣掉 我也不知道 反正 重點就是他帳號還不出來 所以他也沒辦法解決這件事情 那我想說 因為 有可能牽涉到法律的問題嘛 所以 我還是必須跟他爸講一下 那我就叫 他拿電話給他爸聽啊 那他爸 一接起來 態度就 蠻差的啊 喂 幹嘛啦 我一時 就很不爽 我就想說 今天 是你小孩來搞我 你這什麼態度 他爸 就是跟我講說 他也不太懂 什麼帳號什麼 他聽都沒啦 我就 我就說 你叫你小孩自己解釋給你聽 他小孩解釋完之後 他爸就 稍微罵一下他 打一下他 就好像沒事了一樣 完全沒有跟我道歉耶 所以 我其實那時候 真的蠻不爽 我原本 也沒有想要提告 你知道嗎 我原本想說 就是他跟我道個歉 我可能跟他講說 我拍個片 然後事情結束 結果 我其實沒有想到事情會變這樣 那我當下是蠻不爽的 所以 我大概就決定說 我可能 就是要去做提告的動作啦 因為我就是 不想要這麼輕易的 就放過他 然後 電話掛斷之後呢 我就像你們剛剛影片前面看到的那樣 我就直接去警察局了 那 那其實是我第一次去警察局 因為我總共去了兩次 我第一次去警察局 然後警察就問我說 你要處理什麼事情 我就說我的帳號被盜 然後他拿我的帳號再去詐欺等等 警察就跟我講說 這個是 妨害電腦使用罪 就是盜帳號的罪 大概就是這個罪名啦 那這個罪的話 基本上就是取決於我要不要告 我如果要告的話就告 如果我不告也是可以 那我 原本是想說 我問那個警察可不可以 把那個弟弟叫過來 然後 當面跟我道歉 那我可能就不跟他追究什麼 可是警察跟我說 他們可能沒有這個權限 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沒有辦法 所以我當下其實也蠻猶豫的 因為 你知道告人一定是最後手段嗎 我當然 也是希望說不要走到這麼難看啊 然後我後來就回家之後 想了想 我當然也跟我爸媽討論過 然後 我也透過我爸 詢問過一些律師的意見 那我最後 律師是跟我講說 建議我還是要告 因為他拿我的帳號 去做了詐欺的動作 那要是以後 有被我這支帳號詐欺的人 要跟那個 跟那個到我帳號的人 進行提告 一定會牽涉到我嘛 所以我必須要跟他斷乾淨 因為 有另外一個方向 有可能是我跟那個弟弟串供 然後一起騙帳號 所以我不想要這種疑慮 而且我知道 網路上也有人在說 我可能是自導自演 我聽到也是很傻眼的 我真的是 無聊沒事找事幹 是不是 所以 我聽取律師的建議啦 還是要提告 主要還是為了保護我自己的權益 跟證明我自己的清白 然後也是希望 後續我不要再有任何的麻煩事情 所以最後呢 我就還是選擇去警察局提告了 那提告其實也蠻簡單的 我就是跟警察做筆錄 警察就是問我 你什麼時候帳號被盜啦 什麼樣的帳號啦 你知不知道那個 嫌犯是誰啊 然後他拿你的帳號做了什麼事情 反正就是 把整個故事跟警察 完整的講述一遍 講完之後呢 就 會拿到什麼 報案三連單啊 筆錄什麼的 我給你們看一下 要不然有人說我在作秀 我可能不能給你們看很清楚 因為上面有一些我的個子 反正 這就是筆錄 然後 這就是報案三連單 反正 拿到資料就是這些 那 跟警察報案完 確定要提告之後 就是要走流程嗎 他們偵察隊 好像是偵察隊吧 我記得他是這樣跟我講 就是他們要先調查這件事情 啊 確定沒有問題 好像才會送到法院那邊 所以 所以 他跟我說這個案子可能處理完 是 有可能兩三個月後啦 所以 事情目前的進展就是 我確定去警察局提告 然後 還要等 警察局跟法院那邊 的下落啦 那之後 如果有什麼下落 我應該還會再拍影片 不過目前為止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 那你們可能很好奇 最近 我通知他們說 我要對你們進行提告 他們有沒有跟我道歉呢 答案就是 沒有喔 只有那個弟弟很緊張啦 那個弟弟很緊張說 他知道錯了 希望我不要告他 但是也沒辦法 來不及了 我已經告下去了 而且 說實在的 我花了 至少半個小時以上 去 諮詢律師 再花了半個小時 以上 這是確定我的帳號的狀況 然後又花了至少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的時間 製作影片 殺小 反正 我因為我這個帳號被盜的事情 我他媽至少花了三個小時以上 你要用三十秒的訊息 就打發我 那你真的是想太多了 幹我 欸 我帳號被盜還要被網路上的人罵欸 幹 你不覺得當YouTuber很可憐嗎 所以 我是不想要這麼輕易就放過那個弟弟阿 雖然說呢 你未成年 但是你還是要問你自己的行為負責 你爸媽也要為你的行為負責 不管你今天 做了什麼事情 我覺得 你還是要承擔阿 我覺得這件事情也算是給你 學一個教訓 弟弟我應該 我知道你應該也會看我的影片阿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 給你當一個教訓阿 我也不是說要跟你們求償什麼 我只是覺得 這件事情確實困擾到我了 而且是非常的困擾 那 可能 如果 我覺得我如果不這樣子做的話 你可能學不到教訓 以後你要是 長大又騙 騙什麼 騙人家銀行帳號還撒小了 我不知道 反正我覺得 我就把我該做的事情做好 那弟弟我希望你以後 可以好好改過自信好不好 就好好當個學生好不好 笑聲一點 不要再給你爸添麻煩了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各位掰掰